我想請教,陳時中嗆你說 歷練、經驗跟訓練三個都不足 疫苗的事情過了一年推翻不認帳 那要你這樣的立委要幹什麼? 陳時中有三部喔 他是疫苗採購不誠實 防疫政策不到位 防疫物資不充足 所以他的經驗就是一直把事情討砸了 民進黨對於民間論文抄襲不認錯 阻擋民間採購物料又不道歉 所以他們民調崩盤當然是可以預見 那對我來講,我們就是持續的一步一腳印 爭取市民最大的認同 端出政策牛肉來爭取市民的支持 他之前的省影,他現在再次復出 就證明民進黨死不認錯 他認為風頭一過,時間過了 民眾淡忘就好像傳過水 民眾不是這麼健忘 民眾對於是非對錯是有一定的態度跟力量 你不覺得真的很白癡嗎? 當面對侵略的時候 台灣人不會有人投降 這是明確的事實 所以今天說要操作這種意識形態 我覺得這是非常無聊的事情 民進黨永遠只會操作意識形態 這不是愛台灣,這是在撕裂台灣 你們怎麼會用白癡來形容 因為有人說這個市長參選員用白癡形容 會不會好像有點不太是 我就是直接把民眾的感受講出來 選舉是意識,終究會結束 台灣社會良善的風氣一旦被糟蹋,要再恢復 其實非常困難 這幾天我們看到瓷器 其實他是不管哪一個政黨執政 都是全心奉獻給台灣 去年也捐贈500萬劑BNT 解救非常多台灣民眾的生命 那這樣的一個慈善團體 竟然被惡意污蔑成中共的動員 這種卑劣的選舉手段 我要嚴厲牽制 因為我的參選 讓我的家人受到攻擊 我絕對不會 向這些惡質的手段妥協 如果有本事衝著我本人來 不要把家人拉進去 台北市民的智慧 還有水準是非常高的 絕對不會認同 這種抹黑惡質的選舉風景